到了我这个年纪啊 谁没有人会对我有兴趣的 谁说的 大数据说的啊 我们公司的配对系统显示 最受欢迎的就是25岁以下的年轻 莫宇文饰演婚姻众介所的CEO 在局中谈恋爱讲究大数据 不过他透露现实生活的感情观 我觉得恋人本来的基底就是要是朋友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如果你连你 你跟你的另外一半都不是朋友了 那你们怎么样相处一辈子 一袭全白套装 叶全真在剧中是个不折不扣的三高女 收入高 学历高 身高高 却遇上差他一等的对象 彼此的这种认知是打从心里面接受 然后觉得非常的享受 这样子的两个人的关系 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的 正式呈现不同年纪的男女婚姻需求 试验发型师的吴念轩 为了角色还特地去学洗头跟剪法 按摩技巧也被大力称赞 但我发现他其实很厉害 他学到了一个比他洗头啊 吹头发 绑头发厉害 他的按摩技术 他按摩很厉害 我跟他讲你要不要开业 斜杠斜杠一下 斜杠斜杠 好像可以 吴念轩被窥可以斜杠当按摩师傅 让全场笑翻 手艺会上的所有演员一次排开 男帅女美的组合 探讨爱情科学大数据 吸引题材话题十足 三连新闻 刘正午观众一条报道 关注的以后 邀请楼梦